請拿出你的手機 打開你的電腦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自己訂了 你周遭朋友還沒有訂的 幫我們多拉拉票 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新聞 拜登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特別講到了 說這個跟習近平在談的過程當中 他說我跟習近平都有共識 我們講到台灣的時候 我們會遵守這個台灣協議 大家第一次聽到台灣協議 想說Google到底台灣協議是什麼 先來聽一下他本人的說法 從頭到尾都沒有台灣協議 他講出台灣協議到底指的是什麼 有人說其實簡單講 就是他強調是一中 遵守一中原則 如果是一中我們不是很難看嗎 不是說這個台美 有史以來最好的狀況嗎 總統府馬上說沒有 這件事代表說他對我們承諾 從頭到尾都沒變 所以我們也蠻 我們也有我們自己詮釋的角度 拜登跟習近平通電話 90分鐘裡面聊了很多 他們也坦承有包括示範孟晚舟 等於當然在野黨就罵她 說你這不就是坐實了 你是交換人質的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是 當然是牽動全局的氣候 減碳的這個減排碳的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也發現說 現在整個局勢越來越 美中的互動越來越密切 包括我們看到美國的貿易代表戴琪 還有包括大陸的副總理劉鶴 他們在有關這個貿易的談判 戴琪釋放出很多 看起來好像是感染者 他說我們美中停止貿易是不現實的 美國會重啟部分中國商品 關稅豁免的程序等等等等 聽起來好像遞出了很多橄欖枝 另外一場更重要的是 蘇利文白宮的這個國安顧問 還有包括楊潔篪 這個中共的政治局的委員 他們現在傳出來 就在瑞士要會面 聽說討論的可能就是鋪排 接下來的拜習會 那10月6號蓬勃告訴大家 習近平不會親自到日本 因為他還是用視訊的方式 我們的局勢變化這麼大 台灣有沒有可能這個過程當中 成了棋子 甚至被出賣了 楊明怎麼看 這個你剛剛講到棋子 我就想到那個以前 塞子 你要做棋子還是要做一個塞子 當然這個其實是很嚴肅的議題 你說拜登跟習近平 第一個 熱線已經達成了 我們的蔡總統 目前還沒有辦法跟拜登這邊 取得所謂熱線的機會 這個代表什麼 這代表在兩個大國 他們已經開始做 而且是已經進入 我覺得 我認為他們已經進入到 所謂深水區 深水區是什麼 台灣問題 那 耀州問你 你覺得剛剛拜登這樣講 說除了遵守協議以外 什麼事都不應該做 這句話你認為 他們兩個人在談到台灣 這個議題的時候 是有共識還沒有共識 我覺得應該是有共識 是沒有共識 沒有共識 沒有共識才會回到 所謂台灣的公共同 就是我們的底線 美國的底線就是所謂的 但我覺得有共識 我還是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 在這個時候講這事情 當然就是因為 包括共機來繞 繞了五十幾個架次 全球140幾個架次 就其實這個局勢是很緊張 台灣人沒有感覺 但是他們強調 在這個時間講這件事情 多少就是為了這個局勢 所以他們的共識就是說 你不要亂來 反正我也回到一中 但是電話打完 飛機還是來更多 拜登講的是 他們通電話的時候討論到 結果通完電話 飛機還是繼續來 數量更多 所以簡單講 在這一段通話裡面 這一段通話裡面 在台灣議題 彼此沒有共識 也許美國就是希望你 不要再飛機 不要再飛了 老公那邊可能不理他 所以最後回到所謂底線 這個底線就是 在美國的角度叫做什麼 就是美中三公報 就是跟台灣有關的協議 台灣的公共同 就是所謂美中三公報 那站在我們台灣的立場 我們的戒督 就是台灣關係 美國對台灣的協議 就叫台灣關係法 及六項保證 這是從我們看 從哪一邊的角度來看 好 站在中國的立場 當然也是一樣 他只看那個一中原則 對 那如果今天是中國 到時候可能國台辦出來發表 就是講一中原則 所以我們現在在一個 所謂兩個大國 已經開始進行所謂的博弈 他們兩個大國已經正式的 在博弈的時候 老實說我們夾在夾縫中間 台灣夾在這個夾縫中間 我們要非常謹慎 隨時一個不小心 很有可能就會跌一跤 比如說剛剛講到這個 氣候減排的議題 老共現在限電的這個議題 某種程度他們 有人就解讀說 他這個叫北韓模式 老共在以戰逼合 他們要怎麼樣 他們要逼到你全球供應鏈出包 你要求我拜託你 我們中國的這個電量 這個用電可以恢復正常 不然你這些廠商你就離開 你就離開 某種程度他們叫北韓模式 就是你美國這些大國 你要提供什麼好處給我們中國 這個都是在大國 他們的所謂的全球的利益的考量裡面 他們在出招 那所以可是你要超氣候減排 你知道對台灣 台灣來講 你知道我們台灣的火力發電的佔比 現在是多少 現在是82點多 82%我們是用藍煤 藍氣跟藍油 三個加起來是百分之八十幾 到了2025年 我們沒有了核能之後 這個比例可能還會增加 所以在對台灣 在這個所謂的氣候減排裡面 我們的籌碼越來越少 中國今天只要 他們有一點就是 中國打噴嚏 全球就開始打冷戰 現在有一點這種感覺 就是他們一旦影響了所有的 半導體也好製造業也好 等等的這些的工廠 讓他們沒有辦法去生產 這些的代工 代工的產品等等的時候 美國勢必要去出招跟中國去談 那一樣你說像孟晚舟這些 他們這些都是所謂有共識的 就是中國這邊 他可以接受我願意 習近平我願意跟你美國談的 我才能跟你談 但是很明顯結論就是 在台灣議題上面回到 拜登剛剛講的這段話 我覺得我的解讀就是 沒有共識的共識 就叫做台灣約定 回到所謂的美中三公報 這個基礎 這是美國的紅線跟底線 拜習兩個人想見面 拜登當然是因為他國內 他的聲望越來越低 他希望用這個方式來 拉抬自己的支持度 習近平要尋求他的歷史定位 所以兩頭開始接觸了 但是台灣在這個過程當中 到底有沒有保住自己的利益 有一個事情可以看到 法國的這個議員 參議院友台小組的主席李察來了 李察他身分很特別 他當過法國的國防部長 所以才在消息一出來 從很早之前 我們就看到這樣 台灣事實查的中心 9月30號就有人傳說 是不是之前 這個法國的這個財電的潛艦 人家澳洲幫你退單 所以這個單要轉來台灣嗎 他來會不會就是來賣這個東西 當然台灣事實查的中心也說 沒有 絕對沒有這回事 當然他大家還是在開始討論 有沒有可能 台灣當這個凱子呆子 也不是一回兩回的 所以有沒有可能 我又要把這個單子給吞下去 另外一個是今天立法院 正式的在審查 這個2400億國防的特別預算 當然民進黨現在用的 這個手段很高明 這2400億全部都是 我們自製國產的武器 所以國民黨要罵他 又要刪他 其實壓力都很大 那現在細目出來 包括暗置熊三的反艦 反艦飛彈是700多億 高效能的這個艦艇 是692億 那我們的海巡艦加裝武器 是32億 這個2023年會執行 有一個陸基的防空飛彈 其實他分好幾期 那最後一期剩下了252億 要待執行 但沒有想到 邊出來居然邊347億 一口氣又多了95億 所以現在要審查的時候 可能立法院要好好追究一下說 講好好幾年分攤 怎麼最後又突然憑空 增加了95億 聯合報有個獨家告訴大家說 這2400億 第一年會編會動支460億 其實今年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這個明年度的國防預算 已經高達 今年度的已經4717 我們這邊有一點讓大家誤會 這邊也111 這邊也111 但是接下來明年下一個年度的 國防預算 因為這樣的狀況 可能會到5177億 會增加這麼多 4700多億其實已經是破紀錄了 結果接下來還要再破紀錄 年年破紀錄 就剛剛講的 美中在這個大國博弈的過程中 台灣當了凱子 當了傻子嗎 蔡總統今天在中常會裡面 他發火了 大家也覺得奇怪 過去這麼多天戰機飛成這樣 總統都沒有講話 都在看金鐘獎 看東奧 都沒有吭聲 拜登一講話之後 他終於有底氣了 他告訴大家 我要正告北京當局 務必要有所克制 避免擦槍走火 國防部長今天剛好也到立法院 講了很多 他說他這個當兵了40年 現在台灣的局勢 是這個40年來看過最緊繃的 後來有人問他 過去裡面包括了民國65年 這個金門單打雙不打的時候 不緊張嗎 他說不緊張 因為那個在前線 包括1996年的時候飛彈危機 那不緊張嗎 他說那不緊張 因為本島也沒有那麼危險 他的說法 他覺得現在是台灣本島 本身就很緊張很危險 亮哥怎麼看 這個邱國鎮講90 右色在吵架 這個很奇怪 事實上就是我們在跟大陸吵架 怎麼會是90右色 你說這一段話 當然 他說戰機來那麼多 是因為左鎮右色吵架 我們在中間磚塊飛鏢滿頭飛 我們能夠不緊張嗎 哪有這回事 當然是因為台灣本身 因為台灣跟美國的政治軍事 合作越來越多 所以他感覺有一股力量 要把台灣拉到毒的那邊去 所以事實上剛剛那個 亞民獎那段也是對的 就是說中國每次你只要有那個 捅 捅的動作 捅的動作 美國要來節制 他就會跟美國講說 你要我不捅 那你就不讀 所以他可能就會對 比如說台灣代表處 這種案子未來大概 我看今年是不可能的 就他對讀的動作 就要節制一點 比如說年底民主高峰會 我們蔡總統可不可以演講 這個可能就會變成觀察指標 那個潛艦要賣到台灣 是不可能的 因為第一個 法國潛艦賣給澳大利亞 是要經過歐盟同意的 他賣給澳大利亞是沒有爭議的 可是要賣給台灣 歐盟裡面可能沒有不同意見 另外一個就是坦白講 我們潛艦國照 我們很多年要編4千億 那早就只有卡死 你說我們吞不下來 你怎麼會進的 卡死開滿了這樣 不是 這本身有一個利益結構 方方面面的合作對象 包括美國介紹的 還有日本的 怎麼還容得下你法國 所以坦白講你也卡不進來 至於國防預算抄編 這也不是第一次來 你不用緊張 國防部一定會去跟他解釋說 因為這裡面有維修的部分 所以永遠都有理由 我們沒有列進來 但賴哥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前面在講到 這美中的互動合作 我們大家是真的看得到 你說戰機那邊六國做軍事演習 共100多架次來 感覺很緊張 可是美中的貿易談判如火如土 而且兩個人大頭要見面 也是如火如土 這個就是政治軍事跟經濟分開 政治軍事確實滿緊張 可是如果說布林肯跟楊潔篪 已經在瑞士見面 這個真的就是要談高峰會 蘇利文 蘇利文說錯了 蘇利文跟楊潔篪要在瑞士見面 那就是要談高峰會了 估計習近平應該不會出國 那就是視訊的一對一高峰 你說他們兩個談好 也是頂多視訊而已嗎 不是 因為習近平 從去年1月18之後 就沒有出過國了 因為他認為別的國家 疫情都很嚴重 如果要是這樣 他們兩個為什麼不直接 用視訊喬就好了 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他們不是習近平 他可能身體比較強 視訊會有治安的問題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說 如果到這個級別 因為這個是金融時報 丟出來的新聞 讓哥覺得他們兩位 如果視訊會面的話 是近期嗎 比如11月 12月 有人認為在G20是10月31 那一天你如果搞高峰會 那你的場就壓過人家的場 所以有人判斷大概是 高峰會之後大概一兩個禮拜 大概在東亞高峰會那個時間 大概就是11月10號左右 11月10號 11月10號 那也很快 是啊 剩下一個月的時間 我跟你講他時間不夠了 因為他要急著從貿易戰脫困 這樣他可以降低中國 進口美國的關稅 可以讓美國的中下階層 得到好處 因為他明天要選舉 華爾街也急著要去美國 要去中國要拿訂單 所以那個商務部長不是說 他要帶美國企業去中國 如果高峰會一直沒有辦法 擺平這些基本的障礙 他沒有辦法去中國 中國現在不讓他去 所以這個主要還是為了明年的經濟 要有一些利多 所以拜登我認為在經貿上 應該會跟中國有部分的合作 政治軍事那沒有辦法 還是一種競爭的狀態 講到軍事 美軍傳出來被喂乖乖水 什麼是乖乖水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